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讲干话讲笑话 不过一天可能看几次而已 其他同学会聊天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说什么 所以就是红酒瓶变成直做的 glass dismissed 标题是 Wine goes green with paper bottle drive 所以光是这里就很有趣 glass dismissed 一般来说这个片语叫做class dismissed 也就是下课了 下课了 老师讲完了 OK class dismissed 那如果今天是开会有另外一个字 so the meeting is adjourned 所以这个adjourned这个词 我今时今时越来越少听到 可是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老派的说法法 所以开会结束了 adjourned 那他就把这个class dismissed 换成了glass 也就是说不再用玻璃了 所以玻璃品没有了 glass dismissed 所以Wine goes green就是 你知道环保 没问题 好 我们就来看这里面有什么 值得说的一些东西 我先看一个我想要看的片语这里 好酷 来 所以这是一个11个欧元的white from the sustainable wine brand Wine in Rome 所以这里有一个Wine in Rome 的一个品牌 goes on sale this week and it's the first wine in a paper bottle to be sold in a mainstream UK supermarket 所以它是第一瓶的用紙瓶子装的 paper bottle装的 那要卖在一个主流的UK市场 even if the bottle does become damp always not lost says Rob Millen the company's founder because the wine is safe in a recyclable plastic pouch inside 好 这段结束 所以你可能会想说 靠北 只做的 那不就是湿掉 然后就整个烂掉 对不对 他说没有 所以即便这个bottle湿掉了的话 所以damp这个字 就是湿透了的概念 damp 那想说 wet这个字我认识 当然OK 但damp也可以是 就湿到那个重重的烂烂的这样子 damp 还有像是soak这个字 drench这个字 这几个字大概都有湿的意思 好 所以即便你这个bottle变湿了的话 all is not lost 这个片语相当的有趣 这个讲到一个概念叫做 完全否定跟不完全否定 这里的all is not lost 并不是全部什么东西都没有lost掉 ok 事实上是有一点的 所以他翻译成上有一线希望 你可能会想成全部都没有失去 不不不不 他其实等于什么你知道吗 来我稍微打一下一下 你把这个not放到前面去的话 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not all is lost 你会觉得这看起来比较顺眼有没有 not all is lost 并非全部都毁了 那就是还有一点希望了 所以的确他的英文翻译中文叫做上有一线希望 success is still possible because not all is lost 可是多半讲成all is not lost 你不能把它以为 全部的东西都没有失去掉 也就是一丁点都没失去掉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东西其实是部分否定 并不是完全否定 如果你只能要讲成什么东西都没失去的话 就包括连那个瓶子都没事 虽然说失了应该就是有事 如果你这样说什么东西都没失去的话 那叫做nothing is lost 这个其实我以前也讲过 但这也是个复习 所以这才叫做完全否定 OK 因为我们是把not all这个字 改成了否定版 改成了nothing 而且这个句子本身的文法 就并不是一个否定句 它只是名词是否定而已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高中生 我们经常看到的 老师学校会教的东西 这个叫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这句的逻辑跟刚刚那句一样 如果你把not放到巨手来 not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这样或许会好理解一点点 我们把这句话解释清楚一下 glitter的意思就是闪闪发光 我们有个概念就是 这个东西在闪亮亮的 一定是金子 白痴 所以我们不能说 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 处事态度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看到什么东西觉得很棒 你就会觉得这一定是好的东西 它里面可能其实根本就是 I don't know 塑胶之类的 只是镀金而已 懂意思 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 not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所以你总是imply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看到是闪闪发亮的东西 就以为它是黄金 所以用在各种人生的哲学上 你不能说 这个人光鲜亮丽一定是好人 它glitter 可是它不一定是gold 希望你听懂了 所以并非所有会发亮的都是金子 not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你不能把它以为是 所有会发亮的都不是金子 这个理解是错的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楼上跟楼下这句是相同的 它都叫做部分否定 如果你真的要讲闪亮的东西都不是金子 那你就要把它改成 nothing that glitters is gold 所以你要把all 换成否定才行 但没有这句成语 所以我们讲了一下部分否定 完全否定的概念 所以这边说的是 如果bottle变得damp的话 就失掉了 你不用担心 always not lost 因为这个wine 还是在纸瓶子里面的一个pouch 所以它其实装在一个袋袋里面 袋袋外面是纸 这样子 所以它的container真的不能说是纸 其实是里面的pouch 那pouch就是那个袋袋 像例如说袋数的袋 也是用pouch这个字来说 你不要叫它bag 好像可能也不是不行 but anyway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pouch刚刚这里说了 然后下一个字 我们想看到就是soggy ok 所以我们把这段稍微看一下 so great wine doesn't have to come in glass bottles 他说的 所以好很棒的酒 不需要用瓶子来装 那你看装这个词 这里面是没有的 好久不用装在玻璃瓶里 没有装这个字 他用的就是come in ok come in 所以这个come in的概念 我们也讲一下下 这也算蛮重要的英文 我必须说 就如果说你今天去 你挑到一件衣服 你觉得这款式很好看 请问一下这件衣服 有没有蓝色的 因为现在挂出来的是橘色的 你不会问他说 does this shirt have blue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英文的问法 这个衣服有没有蓝色 你会想说有没有蓝色 不就have吗 有吗 对不对 again 这是中式英文的问法 你要问的方式是 does this shirt come in blue 这样才对 你懂意思 同理 如果今天我跟你说 这件衣服有三款颜色 红蓝白好了 你不会说the shirt has three colors 因为这样听起来 你会以为这个衣服上面有三个颜色 可是你如果把它讲成 this shirt comes in three colors 的话 就没问题了 我就完全不会怀疑 我就知道它有三款不同的颜色 因为你用的是come in这个动词 这样理解吗 好 希望这个补充对你来说是很有趣 并且很重要的 我们不要把它讲错 所以这里再说一次 好酒不用come in glass bottles 懂了 所以这里面 好酒不用装在瓶子里 完全没有装这个字 但是翻译起来大概是这样子 好 explaining the leap of faith he is asking wine drinkers to take 所以他就解释了一下 喝酒的人 该做的这一个动作 叫做leap of faith 这也是一个蛮常看到的一个片语 faith是信心 leap就是往前蹦 像中国的文革时代大要劲 就叫做the great leap the great leap forward好像是 大要劲 所以leap就是往前蹦 这样子 往前跳跃 那什么是leap of faith 就是你要有信心的往前跳 所以前面是一个 你假设一下 眼前是山谷好了 可是我跟你说 下面有东西接着你 不用担心你就跳 好我相信你 我有I have faith in you so I'm going to leap 这就叫做leap of faith 所以我今天跟你说 这个纸妆的瓶子是酒 喝下去没问题不用担心了 或者说你买回家不用担心 你不用想说拿到车上去 就回到家一打开 那个瓶子已经湿透了 因为酒已经把他泡透了 don't worry take the leap of faith trust my words 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解释了一下 他正在要求喝酒的人 所必须take the leap of faith so explaining the leap of faith that he's asking wine drinkers to take so whether you are drinking from glass bottle glass bottle or paper bottle the quality of the wine is not impacted 好所以无论你是从玻璃瓶喝的 或者纸瓶喝的 它的那个quality都是一样的 however he cautions 然而他就警告了一下 don't put the paper bottle in an ice bucket 所以不要把它放在冰桶里 因为它整个瓶子就会被泡烂掉 it'll go soggy soggy这个字就是泡烂了 OK 你想象一下刚那个看起来像是carboard carboard的字 那泡怎么会不烂呢 这样子 ice bucket是冰桶没问题 go soggy so you need to use a dry chiller 所以用干的那一种chiller就是让东西变chill 就是变凉的那个东西 好 这应该没问题 好 然后我们再多看一个这个 yeah cool 这边 所以这个bottle是一个公司做的废话 好 叫做frugal pack 我觉得这个名字都有很有趣 frugal的意思就是 节省 OK frugal 所以公司叫做frugal pack 我觉得蛮酷的 好 那节省还有几个词 thrifty也是节省 OK 然后cheap当然这个字不好 stingy也不好 因为stingy是吝啬 OK 所以后面两个算比较负面一点点 前面两个都算是蛮称赞人的 economical也可以 OK I'm a very economical person you're a cheap guy 好 那这边我们再多看这最后一个就好了 所以它94%是一个recycled paper 90%是回桌子做的 and has a carbon footprint that is about a 6th of a single use glass bottle 好 这句算是我们今天要作结的部分 所以他说 他的碳足机carbon footprint 应该没问题 他的碳足机 只有一般的那种 glass bottle 单次使用的glass bottle 就叫做single use glass bottle glass bottle 再强调一下是那个玻璃瓶 所以他只有单次使用玻璃瓶的碳足机得六分之一 so the carbon footprint is about a 6th of什么东西 就是六分之一的 OK 所以这个叫做one sixth of什么什么 好 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 所以六分之一先写给你看 来 那他的逻辑是 上面这个东西才是他的总数量 所以今天如果跟你讲说三分之七好了 对不对 那三分之七是不是就是一分之七加上一分之七 加上一分之七 所以换句话说有三个七分之一 我讲成一分之七了 对不起 有三个七分之一 才可以加成七分之三 我刚是不是也讲成三分之七 数学烂到一个地步了 对不起 好 所以上面是六分之一 这边是七分之三 对不起 self correct 所以回来这里 七分之三是三个七分之一加在一起的 所以也就是说他是三个 三个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写成英文字的话 上面的three就是three 下面则是因为是七分之一 我们必须把它变成叙述 所以说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这样下去 叙述 而且因为他是三个 你下面的seventh 必须要加复数才可以 所以这是 也就这样 这个文法就这样 所以刚刚的六分之一就不需要 因为上面是一 它就是一个 所以它的one sixth 是不用加s的 这样ok 那我们现在就多讲最后一个 我在标题里讲的东西 就是外国人在讲0.1 0.01的时候 或者0.0001的时候 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 0.1吗 不是错 0.01吗 不是错 他甚至把0 他甚至把0换成0 0.1 怪怪的 0.01 但总之 他们大概都 尤其是新闻播报员 他绝对不会这样讲 我几乎可以跟你保证 不会这样讲 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会用刚刚的那种分数的概念 来报这个数字 尤其像运动比赛 像例如说赛跑好了 他打破世界纪录 那跟世界纪录差了0.1秒 假设今天 9.54是不是 现在目前世界纪录 他竟然跑成9.44 打破世界纪录 0.1秒 so he beats the world record by point one second 其实ok 对不对 他的zero不讲都没关系 by point one second 你看点1 对不对 point one second 可是他也非常有可能说的是 by one tenth of a second 我其实几乎可以跟你打赌 他是这样讲的 所以十分之一秒 one tenth of a second 所以如果今天他打破世界纪录 是他跑成了9.34好了 是不是0.2秒 two tenths of a second 他们也会这样讲 ok 所以那你应该可以举一反三 0.01秒怎么说 one hundredth of a second 而且必须是叙述 再强调一次 one hundredth of a second one thousandth of a second 千分之一秒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 大概算讲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总是想讲点文法的东西 我的荧幕突然当掉了 好了讲到这里正好也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反正我的荧幕当掉了 好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